五星级酒店同款毛巾 这卖这么便宜 咱们先看四片 这才叫毛巾界的天花板 掉下来一滴水 我把它喝光 之前你买的这种毛巾 看着很干净 很整洁 也很厚实 但其实啊 不然话先做的 不信 我也烧掉看一下 来 看到没有 这个一烧啊 就有浓浓的大黑烟 还伴随着一股恶心自鼻的 消瘦的味道 还会滴灰 滴辣 看到胶状物 我们要敷面看着 敷面之后呢 看 还没拉丝呢 像这样的毛巾 用久了 自然而然就滑溜溜 臭烘烘 看一下我们家 这碗新疆的草莓毛巾 咱们家毛巾啊 线圈会被普通毛巾更长 更厚 它的吸血线也会更好 而且呢 条条做到一个百年的品质 天然之地 原生的棉花 我们家呢 是毛巾的原轮工厂 主打就是原生棉花 和物银品质 看到没有 这个一烧火苗就非常稳定了 而且还有淡淡的 物银花味道 买回了 包装上面 三厂家知识都是齐全的 材质100%棉 等级一等品 执行标准 安全类别 A类应用二级 知识没有问题 要再打一看 我买两条 一条白色的 一条绿色的 看起来确实是不错啊 很高级 而且很厚实 尺寸也挺大 咱直接开车 再先量下尺寸 宽是33厘米 长是73厘米 咱再看看它掉不掉毛 可以啊 不掉毛 咱再看看它含不含阴光剂 先测一下桌面啊 桌面是有阴光剂的 嗯 毛巾没有 看看绿色 绿色也没有 咱现在看看它吸水效果怎么样 我准备了一杯600毫升的水啊 咱看看能不能够吸干 可以啊 600毫升全吸进去吧 咱再看看它有没有掉色的现象啊 咱用热水烫一下 刚烧开的热水啊 非常烫 不掉色啊 也不掉毛绪 确实不错 再次来把它燃烧一下 看看它材质到底是不是纯粘 改下来小块 燃烧起来都是白盐啊 而且没有刺鼻的味道 再看一下燃烧后的灰气 一碾就碎了 都是这种碳灰啊 并没有油性的胶状物质 对比一下普通毛巾啊 它这一帽子就是黑盐 嗯 烧完之后都是这种油性的胶状物质 这毛巾给大家擦完了 确实是纯粘的材质 而且不掉毛 不掉絮 也不掉色 尺寸还特别大 价格还这么便宜 大家可以放心入手 绝对不掉毛巾 太好了 然后就行